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来尔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2022年是一个对抗升级的一年 这个总基调是不会变的 因为从今年前几天反映出来的情况来看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习近平对局势做了很准确的判断 始与世在我们一边东升西降 那东升西降的原因在于哪里 过去的25个小时 25个小时 美利坚合众国突破100万 奥米克隆100万 破全球记录 刷新了全球记录100万 100万 你没听错 一天100万 很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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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认为说这东西跟感冒一样的 就像我日本那个姐 她就说 她说这个新冠都是你们中国政府 共产党 胡说八道 怎么叫胡说八道呢 这东西其实就是跟感冒一样的 她说没那么可怕 感染了 治疗了也就好了 没那么可怕 她说就是因为共产党要 维护自己的这个执政 把自己的功劳吹得很大 才说这个东西很猛 她说实际上不需要像你们那样子去封城 搞得人心惶惶 她说没有必要 就是应该 意思就是随便她去 那我说随便你去 你咋不去东京呢 你咋不去冲绳旅游 他之前学校去冲绳 我说你咋不去冲绳旅游呢 说明他 因为冲绳那边美军基地全感染了 所以他是聪明人 他嘴巴上是那样讲 那是一种高华的心态 但是他知道自己还是要保命的 还是有中国人的思维 但嘴巴就硬 这是今天他们的这个心态 就是在这个地方了 各位明白吧 好 那现在我们要说 这集我们要讲的就是 一个是奥密克隆 我对未来的这个局势一些看法 还有第二个 今天安理会五个常年理事国 宣布了 不搞军备竞赛 不打核大战 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不搞军备竞赛 大伙都没钱 日子都不好过 美国 法国 英国 俄罗斯 中国 全球最牛 综合实力最牛逼的五个中央大国 日子都不好过 这五个国家日子不好过 别的国家日子能好过吗 搞军备竞赛 没钱搞 大家都没钱搞 那就不搞 在这样的技术之下 那你的核弹 我的核弹 别瞄准了 别相互瞄准了 行不行 咱们因为你要瞄准 你要配套的剑核盾 剑核盾 这钱是花了比剑核毛还要高的钱 所以说大伙就这样 那中国俄国反正搞出来超高音速导弹了 美国觉得打破战略平衡了 那赶紧的 你放心 我不会拿核弹射你们 这个俄亥俄级 我不会发射这个DS500的三刹级的 明明赛我也不会打 你们那个东风系列的 俄罗斯布拉瓦系列 伊斯坎德尔系列的 你别放 咱们就这样 先就这样渡过难关 为啥呢 为啥要这样讲 有的人说 想不通 美国这么牛逼 他也不管了 那死活怎么办 汤不牢了 扛不住了 各位 单日一百万了 而且现在 我是高度觉得 就是咱们那网上的一个公众号叫雪影 他说的 我觉得有些东西挺对的 为啥呢 他说这个奥米克隆 可能就会再往下走 可能会变成Omega 就是Omega 这个 后面一些字 关键字 我就不能讲 因为平台对这一块管控也很严 就变成Omega 会不会变成Omega 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现在第三波正式开始了 现在你看欧洲 德国 荷兰 法国 很多国家 老百姓不满封禁 上街游行示威抗议 但现在欧洲 在法国的引领下 逐渐逐渐开始要对你进行强制性了 有的封城 必须强制戴口罩了 开始给你搞中国式的这一套了 就是强制性的了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东西 你不去强制它 你不去强制执行它 你不筛出来 永远不会好 永远也不会好 明白吧 那欧洲也没办法 你不筛 你不像法轮功肯定中共 说向西安的方式是对的 你不筛 明白吧 今天你 你这个病永远都看不好 所以说 变成奥米格是什么概念 现在印度70% 是奥米克隆 每天又在刷新 大概有七八十万 很猛的 那有的人说 这东西就拿我那姐的理论讲 这东西得的也就得了 能治好 那大家要知道 如果说这玩意儿是普通流感 西方这些政府是傻逼吗 他为什么这么急 尤其美国我不去管他 美国它是这个放任模式 随你妈的便 没事 那欧洲这些政府是傻逼吗 法国马克龙傻逼 德国是傻逼吗 英国是傻逼吗 为什么要封城 为什么要强制佩戴口罩 因为他知道这玩意儿 得了这玩意儿的后遗症 后续的问题会很严重 今天各国政府没有告诉你 这个东西的真正的是什么玩意儿 大家明明白吧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他没告诉你真的是什么东西 那据说接下来会变成Omega 变成Omega的话 那就很严重了 可能会不会跟生化危机里面的 这个T病毒一样 高传播率高致死率 不得而知 我们也不得而知 我不希望变成那样子 但是从这个趋势来看 不得不变成那个样子 所以说2022 在这个大背景下 在这个德宝套餐 大升级的背景之下 对抗也是升级的 对抗也是升级 为什么 这个底层逻辑很简单 你中国在封城搞得好好的 我们全都是在像这个散放的一样的 那我经济就全面下滑 我经济下滑了 能源不流通 经济下滑了 我当然担心我的国力受损 所以我要遏制你 那就要对抗 那对抗对抗 又不能够无序的去对抗 好 赶紧大伙赶紧 咱们五个斗了 斗了这一个世纪了 有吧 斗了快一个世纪了 那这样吧 咱们别放核弹了 首先这一点 咱们保证 咱们不要相互毁灭对方 但目前来讲 中俄如果联手的话 那三家被我们能给毁灭掉 为什么 用套用美国参谋长 一席会议主席 马克·米利的话讲 他们现在已经有了毛 我们还没有毛 法国没有毛 英国没有毛 对吧 那怎么办 怎么玩 那如果说是周际 常规的周际导弹 弹道导弹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就中美俄有盾 有盾 那对射的话 大家可以相互拦截 可以对射毁灭掉 但是现在超高音速导弹出来以后 我们有毛 他们没盾 也没毛 谁占上风 不用老兵解释了吧 谁占上风 不用我解释 所以说在这个大背景下 那就有这就是这个 这件事情的底层思维 底层思维了 大家明白吧 好 那这就是我说的下半部分 那这个底层思维建立好以后 这么可能从这个Delta 变那个Cover 19 到Delta 到奥米克龙 奥米克龙接下来 可能到这个Omega 那这不是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 所以说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新闻 警告美国不要通过卫星图像评估核武库 中国表态发射警传闻 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 1月4日举行媒体吹风会 就五国领导人发表防止和战争联合声明介绍中方主张 同时呼吁美国不要通过卫星图像评估中国核武库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月4日报道 傅聪在1月4日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提到 美国是同利用卫星图像了解中国的核武库如同而弃 傅聪说 至于发射警 我也读过相关的报道 但这些报道相互矛盾 有人说是导弹发射警 有人说是锋利发电机 我无法确认任何消息 但我可以说的是 根据这些图像来计算中国的核力量规模 如同而弃 在这之前 多家美国媒体2021年称 中国正在建设至少三个洲际弹道导弹基地 华盛顿邮报引美国专家的话称 中国开始在甘肃玉门附近 建造上百个洲际导弹发射警 纽约时报也援引专家的话 说中国开始在新疆建设 造110个洲际导弹发射警 此外 华盛顿时报称称有三个基地 大概在中国西部 那里将部署100多枚新型东风41导弹 美国官员表示 三个导弹基地将共计部署 350枚至450枚远程核导弹 情报报道是 根据2021年拍摄的卫星图像 得出了建造导弹发射警的结论 不过中国军事专家指出 美国的分析人士将 锋利发射电机组 地基误认为是洲际导弹的发射警 东风41系 借助移动发射台发射 而并非使用固定发射器 从发射警发射 好 那这个是 而且北京 还有还提到一点 将建立现代化的核能力 也就是说 我们去发表 那个跟他们四个国家一起 发表五个国家的声明 但是我们照样在发展 我们自己的核力量 这就是我最早今天这一集 最早前面一集跟大家讲的 很明确 很明确 那叫缓兵之计 但是这个是要的 因为现在局势已经上升到 要相互瞄准的这个状态了 相互瞄准 相互在预警发射这个状态 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这是美国那些 西方的大家族的底层思维 为什么他们可能 可能搞出来这个 德宝套餐 我说过人口消减 所谓的昂萨2.0 对吧 昂萨计划2.0版本 那昂萨计划2.0版本 目的是什么 子孙后代能够世袭下去 能够永远的拥有 统治这个世界下去 那如果说全球被核污染了 他们就失去意义了 所以这是他们怕的点 俄国对他们放的话 就是光脚的不怕你穿鞋的 我俄国一无所有 但是我有核弹 如果我 连基本生存都保障不了 没有了俄罗斯要你如何 就这个逻辑 很恐怖 那我们再来看 我说过2022年 升华了一年 习近平的语调又变了 习近平签署 中央军委 2021号命令 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4日签署中央军委 2022年1号命令 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 全文楼下 我命令 2022年军事训练 开训 全军各级要坚决贯彻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 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形势变化 紧盯科技之变 战争之变 对手之变 大力推进战训 偶合 大力推进体系练兵 大力推进科技练兵 全面推进军事训练 转型升级 练就能战 善战的精兵敬旅 全军指战员要弘扬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战斗精神 刻苦训练 科学训练 安全训练 练强指挥能力 练好战斗本领 练强战斗作风 以昂扬精神明镑和一流练兵成效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那么 这个 信号很明确 练好兵 时刻准备战斗 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 所以这个信号非常明确了 非常非常明确 所以说这个军事斗争啊 将是一个升级 在奥米格转向 在奥米克隆转向 奥米格的过程当中 东升西降的过程当中 加上了这个国际环境 那 对抗将会升级 二零二二年 捂好你的钱包 不要乱投资 不要瞎投资 这又是对抗的一年 而且是升华的一年 武统台湾很有可能在这一年爆发 在这一年爆发 所以说各位啊 这个 信号很明确 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今年 可能大家日子 会很紧 会很紧 这是老兵的判断 好吧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兵梁 喜欢点赞 谢谢 谢谢